头一遭在民进党突袭下 明年的政府总预算 竟然没经审查 直接禁服二毒 国民党炮轰 根本是里面暗藏20亿元 难道是打算偷渡洋网军吗 网友也怒轰 这样要立法院干什么 干脆直接表决 通过让蔡英文当皇帝算了 国民党一肚子气 全因时尚头一遭 民进党竟然没经过审查 就把政府总预算案 直接禁服二毒 蓝军气到炸裂 明明预算案得先经过 委员会审查再一二毒 民进党这回 直接不让你审进服二毒 三个月还能用人数优势 通过三毒 我有炮轰民进党真的不演了 不用省预算直接表决 接着要不要直接表决通过 让蔡英文当皇帝 台湾变帝制算了 这样要立院干嘛 现在根本已经实质帝制了 立院又是以 绿于民进党为主 干脆就直接表决 直接通过 删什么毒 你拟出来了 大家就点头通过就好了 连起立鼓掌都不用了 民进党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看国民党没有 他就是看国民党没有 蓝军炮轰 政府更编二十亿大内宣预算 根本想利用这次偷渡过关 蓝英讽刺 扫音简直比过去蒋介石还厉害 你现在把他抽出来 从来没有发生出过的事 即使在我们老总统蒋介石时代的 所谓的万年国会 他们也不敢做这样子的事 中华民国 形献这个一百多年 首建 我想全世界国家也不可能出现 戴英文王朝正式已经宣布登基了 民进党执政下立法院几十年来破天荒 没审查就表决二读 更不在乎外界怎么看 就怕这恶力一开 执政者的霸权将无所不在 这有张正敏丽玄 SNG小组台北报导